走開 大家請坐 大家早 大家都最多的初期班 現在來最高級班 所以表示有的人都已經看過 聽過我說過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期待 還是說有一些想法 每一次上的課 每一個老師每一次在上課 一定都有新的東西 因為他都不斷的在充實成長 你可以沒關係 你的背景音樂可以放輕一點 我現在要開始講 我們要講的題目是 喚醒心中的巨人 第一次調整我們的神經鏈 再來我們講到激發心靈潛力 今天要談到喚醒心中的巨人 每一個人心裡面都有個小巨人 我先從這個女生開始講起 這個女生寫了這本書 他寫這本書的時候 他幾個給各位 給各位看看 有看過這本書嗎? 世界因你而改變 世界因為你來改變 有看過嗎?有看過嗎? 都沒人看過 寫這本書的女生 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12歲 他是加拿大 兒童環保團體 12歲他們成立一個 加拿大的兒童環保團 兒童環保團體 他們為了要改變這個世界 他們開始努力 他們為了要去聯合國演講 要跟大家大人說 說他們兒童環保團體的心聲 因為卡拿大 一路把我們募款 擠車擠擠 擠飛機擠到巴西去參加 世界環保的會議 在演講 那12歲的女生 他在演講的時候 演講都是各國的總統 包括柯倫敦 他們大家聽完之後 眼睛都練下去 我簡單的各位聽 他說 我為了要告訴大人們 我們長途奔波 他們這段12歲 長途奔波 奔波超過1萬公里 到了巴西 他告訴大人們 現在的世界必須改變 他說 因為卡拿大到巴西 他們沒有任何的動機 只是為了希望 告訴大人們一些訊息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為了自己 那12歲的孩子說 我為了我自己的未來在奮鬥 為了我們自己的未來 他現在 那個時候是 1992年6月11號 現在這段孩子 已經30多歲了 他們持續還在為 他們自己的未來在奮鬥 他說 失去了自己的未來 跟選舉 選輸了 跟股票 崩疊了 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他的演講 給所有的各國政要都大受感動 他們現在叫做 全世界都知道 叫做李約的傳奇演講 這個女孩子她用一句話告訴大家 我們每個人都有力量來改變世界 你們如果把你們心中的巨人喚起 你們都有力量來改變這個世界 從你自己身上開始 我為什麼一直提到這個 昨天我們政治局在上課 我也跟他們說 他說 現在的孩子一天有2萬4千的孩子 要死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人 全世界一國的 一天有2萬4千的孩子要死 為什麼各國的首腦 各國的政要都沒有辦法去改變 我們可以試著改變 這些小朋友 他們從12歲就開始 一直試著去改變自己 改變世界 你要改變世界 你要先改變你自己 他在問各國的總統 我現在問各位 你們知道 要怎麼樣填補臭氧層的破洞 你們知道 我們的臭氧層破坑啊 很大坑啊 讓外面的那個有害的光線 那些直接照射到人的皮膚 所以皮膚還增加了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他問各國的 他在這裡12歲 你像我一個12歲的女孩子 他在這裡問 各位大人 你們知道怎麼填補臭氧層的破洞 你們知道 已經死掉的河川 鮭魚怎麼可以讓它回流 你知道鮭魚 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一種魚類 它會這樣子 從出生然後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再回來產卵 回來交配 然後在這邊 就在它出生的地方 它歷經重重險阻 回到那裡 你怎麼讓死掉的河川 讓鮭魚回流 各位大人 你們知道嗎 怎麼樣讓死掉的絕種的動物 可以復活 各位大人 你們知道 怎麼樣讓已經死掉的 已經變成沙漠的地方 重新回到變成森林 你們知道嗎 請問一下各位知不知道 我們的環境是不是一直在破壞 但越文明 我們就越破壞 所以一家蝦 這沒有寫第幾頁 一家蝦蓋肝丹 你們如果不知道如何恢復 各位大人 就請你們不要再破壞了 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想要改變台灣 我們家今天就要我們試著 從一個小時40分鐘 來喚醒各位心中的巨人 我想跟各位講 你現在來這裡想要改變 你也願意改變 外面有一個人 超過90%的人 他們都不知道要怎麼改變 你們來這裡學 你們就要把這個方法 學好 開始去跟各位講 這方法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我們人都有注意力 注意力的系統 我們在美國學的時候 一直不斷在學 注意力的系統 你從出生開始 你聽到 你聽到 看到 或是你感覺到 你就落起來了 落在你的大腦裡面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有人說 常常說人 有死人構成 有的人說 越老 就越過激 為什麼 因為他錄音錄很多 已經慣了 每天就是這樣 我早起就一定要吃麵 我沒有吃麵 我吃不到 我中途一定要吃飯 我們以前 我們社團人都這樣 一定要吃飯 什麼麵 麵怎麼吃會飽 我去餐裡面做餐 我一天要 中途要吃兩塊飯 吃三塊飯 他都要吃麵 麵跟飯 他的成分 其實都差不多 為什麼 他一定要吃飯 但是吃飯 才有東西 他如果吃一碗麵 很奇怪 我們社團人 他吃一碗麵 他說我中途不吃東西 他吃一碗很大的麵 他說他中途不吃東西 他沒辦法做事 所以他沒要吃麵 他一定要吃飯 他說吃飯才會飽 我們如果去美國 他去美國 他說美國都沒有東西 可以吃 因為美國沒有人在吃飯 美國都沒有東西可以吃 是啊 他這樣三兩塊 咬八道 早餐吃麵 中途也吃麵 晚上也是吃麵 都是吃麵 我請問一下各位 這就是習慣 你知道嗎 習慣就像一個桌面 你是有很多的信念組成的桌角 我從小時候 我就怎麼說 我看到 我們中國人的 我們台灣人的習慣 我看到這是什麼東西 一個一個信念的桌角 組成一個很堅固的桌面 這個桌面 他們就會覺得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桌面這麼穩固 你要怎麼把它拆掉 要拆掉才有辦法接受新的觀念 今天我們就先自己 來拆掉我們一些習慣性的桌面 我們先來看看 我先讓各位知道 為什麼台灣的教育 台灣的教育 沒有辦法培養出 這些世界級的人才 為什麼 這個女孩子 他是 他爸爸 應該是 爸爸是日本 還是媽媽是日本 因為他是日本名 他是日本的孩子 可能跟加拿大結婚 他的名字叫色紋鈴木 Suzuki 他可以在12歲 在聯合國演講 我們的孩子12歲 在做什麼 還在受天鴨式的教育 我們再來看 一個18歲的女生 你來看 18歲的女生 她可以在 這麼簡單的 可以在intel的競賽裡面 她得到手獎 她得到什麼手獎 她想要讓自己方便 因為一些智慧型手機鍋沒電 她發明了 充電裝置 20秒可以讓手機充飽電 超級電容 18歲 少女發明 很容易攜帶的超級電容 20秒到30秒就能充飽電 手機沒電 以前在高速觀眾都會看到充電站 現在都比較沒看到 這次簡單 你帶到充電 你隨便一個咖啡廳看到 你只要充上去電 手提電腦 平板電腦 手機 智慧型手機 這些你只要充上去20秒 電就充飽了 你就可以帶走了 而且她可以用超過1萬次 可以用超過1萬次 我們現在手機的電力 只要用5千次 記憶力就滿了 就沒有辦法再用了 那個電池就廢掉 就要換新的 這個女生 18歲而已 Google已經要用很高的年薪簽她 然後那個英戴爾 她得到講英戴爾要用她 大家都爭相要用18歲在美國 好 那個把它跳掉沒關係 你想看 她現在繼續念哈佛大學 然後她說接下來應用奈米科技 為什麼在國外的教育可以出現這樣的人才 台灣有沒有辦法出現這樣的人才 台灣的教育出什麼問題 為什麼沒有辦法出現這樣的人才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有的 我們有一個概有名的 全世界各國都會找她的 一個危機處理公司的老闆 她叫邱強 前面我們全省的電力停電的時候 我們從國外邀請她回來 然後連流亡政府的國安會三巨頭都在那邊聽她演講 她是我們的清華大學 調查要扣上去 全校最買一名扣上去 被嚇的時候第一名 被嚇的時候第一名 有的人就是比較大器完成 上大學之後才開始知道要念書 結果她去申請國外的獎學金 她已經學校很有名的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學院 應該是麻省理工學院 那個投影片我太長了 我不要放 她去麻省理工學院得到全額的獎學金 她去學校她就問老師很方便 她就問老師說 這麼多全世界這麼優秀的學生 你怎麼要錄取我 還給我唯一一個全額獎學金 唯一一個 那個老師說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們覺得你有潛力 因為你可以在那個學校 最買一名扣進去 第一名賣掉 所以我們覺得你有那個潛力 所以我們把那個名額送給你 那也很快 他八個月就拿到博士了 碩士博士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 幫很多 你看現在全世界最有名的 那個三里島事件 那個核子事件那個 就是他去處理掉那個危機的 還有 美國可以七天打下伊拉克 就是他率領幾十個博士 去做危機處理 告訴美國所有可能會應付的狀況 還告訴他們說 最壞如果伊拉克出現一種狀況 你要馬上把它制止 所以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讓伊拉克 有那個出現一種狀況的機會 所以七天把伊拉克打下來 沙漠風暴 這都是我們台灣的孩子 我們台灣的孩子做起來 不過他受的教育不是在台灣 這種養成教育卻是在國外 所以我們現在 你們要喚醒你們心中的巨人 讓各位 四大人 讓各位好朋友 你們開始想讓台灣的教育開始改變 讓我們可以培養出這樣的人才 這本書呢 他的第一本書叫做 這一生至少要當一次傻瓜 這本書這個牧村老公 他在日本 青森很有名的種蘋果的地方 他種八年他的蘋果都不會生 因為他堅持不用農藥 他花了八年的時間 然後呢 他們父母 他們爸爸媽媽 大家都覺得這個人已經起笑了 可是他就 他會跟他的動物 他會跟動物說話 跟他的果樹說話 跟他的整個有機的開始去種 他終於種出兩顆蘋果 他好高興喔 證明那個蘋果會生 不要是他那一片 好幾千顆的蘋果會生 然後他開始第二年的時候 他就更認真跟蘋果講話 跟蟲講話 他跟蟲講 我有準備一張要給你吃的 你不要每張 每顆都給我穿 這樣我不會不會出去 你知道 這張 這張是專門要給你吃的 每一隻糖都很痛耶 都去吃那種的蘋果而已 其他他要買的都不會吃 他已經做到 說話說給糖 人都要聽油 他說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台灣也有很多人去蟲 我們宜蘭那裡 也有人去種那個有機的蘇果 也有去蟲 他接受NHK的採訪 他到現場 所以說他做的 他用給大家看的 他到現場他拿兩顆蘋果 一顆是有噴農藥的蘋果 一顆是他種的蘋果 他種的蘋果 放了兩年 變成蘋果乾 又很香 然後呢 有那個撒農藥的蘋果 兩星期就暖起來 又很吵 他的蘋果可以兩年後 再拿出來 你慢慢煲 還有甜 還有甘 像蘋果乾一樣 所以很多五星級飯店說 這是這一輩子 一定要吃一次的蘋果 在日本 這個牧村老公 他為了要生存 蘋果生不出來 他要生存 他又去打工 打工又去歐洲打斷 所以他的上面 他的門牙都沒有吹 他笑起來就很可愛 NHK在採訪 你們可以上去 就可以看到他的採訪 我們現在吃不到 為什麼 因為五星級飯店都訂走 他的蘋果一個出來 就訂走 不過他不是 他的蘋果全世界很有名的 最有名的蘋果 不過他又不會很熟 他說我的蘋果是種出來要吃的 不是種出來要做金子 所以他的蘋果還是很便宜 他也有大家分享 只是我們吃不到而已 你們到日本的大飯店 如果有機會 你說指定要吃他的蘋果 他們有沒有存貨 他說吃下去 真的會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這些都是他們喚醒 他們內在的巨人 他們喚醒他自己心裡面的巨人 知道他要做什麼 就像各位現在在這裡 各位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你是為你自己在煎嗎 還是為我們本土台灣人的子孫子在煎 我們為到我們的子孫子 我也是一樣 我希望我的子孫子 我的女兒 我最愛口都知道 我會六個子孫子 我最小時候 現在小學四年級 我希望他們未來有夢想 現在的孩子 我們台灣的孩子 都沒有什麼夢想 我在演講的時候 我經常問台灣的年輕人 現在也有 我請問年輕人 差不多二十歲至三十歲 現在二十歲至三十歲 去打手一下 我看看好不好 我們這裡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好 手放下來 請問 你們以後打算要結婚 舉手一下 打算 還不錯都有打算 打算要生小孩子再舉手一下 這樣我們台灣在這裡有希望 我經常在外面演講 那孩子 那女子 那女子都不會拿手 不好意思 不會嫁 奇怪 教育出什麼問題 他們不會嫁 都不會嫁 他說 我們台灣的女子 沒有水準 為什麼台灣的女子 男生會沒有水準 都不學無數 都不欠 這是教育出的問題 我們整個教育體制出的問題 在國外的教育 小朋友 國小五年級 國小五年級 就要自己 兩個兩個同學 自己去践行 這是真的故事 他們兩個就要自己 一整天 就像我們小時候有 我們小時候有遠足 我在華蓮玉里 我們的遠足是從玉里走到太平市 走差不多七八公里 如果現在遠足走七八公里 老師可能去抗議 現在孩子都不用遠足 我們小時候遠足 都一定要帶乖乖 很高興 遠足要帶乖乖 那時候遠足真的很快樂這樣 那時候才會有 真正的在運動的感覺 現在的孩子 所以美國都有一樣 美國他們國小五年級 就兩個兩個男生 兩個兩個女生 這樣一起出去走遠路 走一天回來 其實有兩個孩子 他們在養你手 他們早上出去走 跟預定四點不要回來學校的時間 還沒回來 學校就發動全校去找 找不到人 後來聽到的時候 聽到其中一個小朋友 在醫院的急診室 他們就拚去 然後問那個小朋友 那小朋友告訴他說 還有另外一個同學 在一個山洞裡面 他們就趕快再去找那個小朋友 把他找出來 這個過程是這樣子 這兩個小朋友走的時候 他們就脫離了原來的路線 然後走的時候 因為亞利桑那的那個丘陵 山坡地很多 他們就不小心 他爬到一個小丘陵 不知道那個小丘陵裡面 有一個那個地洞 結果踩在那個木頭上面 踩在那個枯樹上面 兩個都跌下去了 兩個都拌進去那個坑 一個就在那裡哀 哀到這樣 哀不叫我這樣 在那裡哭到死就沒辦法噹噹 另外一個小朋友 他都沒說怎樣 他就開始往洞口爬 他知道說 因為學校老師有教過 亞利桑那 那白天的溫度 白天的溫度大概三十幾度 到晚上溫度會零下 所以他知道說 如果他沒有拖出那個洞 他到晚上他會凍死 他的手已經回來了 他一支手這樣爬 爬到山洞旁邊 看到最後一支手 他要抓起來的時候 結果那支手是回來了 他整個又落下來 結果落下來的時候 腳又回來了 你想想看 一個五年的小孩 腳跟手都回來了 另外一個還在那裡哀哀叫 你會放棄嗎 另外一個人叫得很大聲 他已經痛死了 他不放棄 他知道他在這邊 只有他繼續爬 因為他的同伴 已經沒有辦法動 他只有繼續爬 他才可以有勝路 他要繼續往上爬 最後終於讓他爬出來 已經晚上七點多 他爬到大馬路旁邊 渾身都是血 被車子看到送到醫院 他到醫院的路上 他一直告訴他說 你們一定要再回來救我的同伴 他在某一個山洞裡面 他還在山洞裡面 他們把另外一個同伴救起來 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那個同伴只有皮肉傷 說在那裡哀到這麼大聲 然後那個同伴呢 他是到美國念書的台灣小孩 我們台灣孩子 從小時候 去北部保護得很好 都秀名名 所以手腳皮肉傷就哀哀叫 撈火了 我看到火了 我不敢噴噹 爸爸媽媽說如果有火 不要噴噹 破傷風會感染 他都沒想到說 晚上他還繼續在那裡演戲 這是我們的教育 把孩子保護過度 那個美國的小孩 為了救他的同伴這樣 手段腳段一定要爬上來 一定要爬到路邊去救他的同伴 他們兩個都獲救了 那個美國小孩也很驚訝 我的同伴在那裡哀到 他這樣哀到這麼大聲 竟然只有皮肉傷 他手腳都沒有受傷 他可以很輕鬆爬出去 他就看著他同伴這樣子 我看了很感慨 這是我們台灣小孩 我們台灣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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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個北部 現在生一個兩個 有沒有真的很保護他們 有沒有很溺愛他們 要什麼有什麼 還會給你發生的 從美國的教育 從小開始就告訴你 你要獨立 你要會思考 你要會自己幫助自己 出社會之後 你要先能夠自助 才能夠助人 你要能夠喚醒你自己心中的巨人 你才能夠去幫助別人 在台灣不是 你要靠爸 你要靠媽 然後你就有一堆的孝順的父母親 孝順的父母親孝順誰 孝順你的父母親呢 不是孝順的 像我們這一代的孝順父母親 就是孝順我的兒女 對他們都太好了 如果透過這樣子的訓練 這樣的教育 台灣會培養出一流的競爭的 世界競爭力的人才 我不相信 只有透過各位在這裡 開始學習改變 讓我們的小孩子有夢想 我昨天問了我們政治局 很多老師 我問他們有沒有看過一本書 叫下山學校 下山學校 在座有看過下山學校這本書 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嗎 有人看過 昨天也是政治局裡面 只有一個人看過 大概講國外的教育 他怎麼去教育小孩子的 我們要了解 國外他們進步到哪裡 我們才能夠讓我們自己 台灣有世界級的競爭力 我們常常在講 國民黨沒有要培養我們的孩子 我們自己來培養可以嗎 他們沒有要培養 我們自己來培養可以嗎 所以我們在改變我們的觀念 我們自己是大人 就要開始自己進步 才知道有什麼好的教育觀念 可以教育我們的孩子 讓孩子生中 我經常教育我的孩子 就是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不要說不可能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我經常跟你們說 所有的事情發生 都一定有原因 你一定找到 對我有幫助的地方 所有的事情發生 一定有原因 我們要找到 對我們自己有幫助的地方 這是觀念 這是每天你念的時候 你變習慣了 你讀到事情 你就會想說 這個事情發生 對我有什麼幫助 我找到他對我的幫助 凡事發生必有其原因 而且有助於我 你不要看這些用字前詞 這些都是 喚醒心中巨人很大的力量 我們現在進下一張 等一下 玉米你先把那個 麥冰比當醫生好 那個跳出來 前面這樣子 25分鐘 我們先讓我們自己的概念清楚 你概念清楚了 你才知道說 人家國外有什麼競爭力 德國 我們這邊有德國回來的大哥 你都知道 德國他們有一個 公共政策的一個部門 他們公共政策部門 他們開錢 請各國的 每一個國家的政要 每一個國家環保部門的首長 到他們德國去學習 立刻出錢 讓你來參加研習會 研習怎麼樣讓全世界 大家都開始有環保的概念 開始有當世界公民的責任 他一個國家出錢 全世界的人來上課 告訴他們德國怎麼樣 把替代能源做到這樣 不用核電廠 這才叫做世界觀 我們想要打破自己的概念 像現在台灣 你看這醫生 婦產科醫生 他說 不會免費做醫生比較好 這都是制度的問題 我們制度的一個改變 他說 他這樣辛辛苦苦 台大醫學院畢業 一直唸到出來當婦產科醫生 結果沒有孩子可以接生 他沒錢好好談 然後健保制度一改 他變成一個月 你說 他現在說醫生有的 剛出來醫生一個月領六萬塊 他去找比人更多 花時間比人更久 你愛錢比人多一點點 健保的餅就這麼大 台灣六所醫學院 一年產生四百個醫生 現在呢 一年產生一千三百五十個醫生 結果醫生都吃不到 要死 所以你看醫生開心 沒有 醫生進醫學院都要宣誓 我要幫助人 我要以救人為紀念 結果現在醫生不是 我要努力賺錢 因為我沒有錢可以賺 我要越賺越多 所以現在醫生全部 只要有辦法的 就是當美容醫生 那比較好賺 女孩子愛漂亮嘛 隨便動個刀子 就幾萬 他如果比較好推銷一下 比較好賺一下 因為我有朋友 在福倫歲的朋友 他當醫美診所 越開越多間 越開越大間 我不要說打一個名字 那是我的朋友 不過他就是說 現在台灣 他如果繼續當外科 當內科 所以台灣現在五大接空 內科也空 然後外科也空 婦產科也空 這些五大接空 因為沒有人要去當那個 很辛苦 然後很努力 然後才能賺一點錢的醫生 大家都想要輕鬆 就有錢可以賺 所以他們覺得 賣兵比當醫生好 再來 下一個標題就好了 老師只能求自保 我們在那裡 老師我們是多尊敬 現在老師只能求自保 一遇到問題 趕快家長來 然後教務主任來 所有的能夠撇開關係的人 都來作證 對 沒有人要中情他是老師 不然老師就叫 學生要打 奇怪 我們台灣的教學有什麼問題 再來下一個 新聞 所以台灣的新聞 我都沒有在看 新聞只做給長官看 長官說 要有什麼新聞 我們往下 我有畫紅線的地方 你給他看一下 我覺得 看了以後真的很心酸 他寧可要 某校的學生長得很像 某個藝人的爛新聞 因為是獨家 長官叫我們跟著報紙跑 查證以後 發現報紙的資料是錯的 長官還相信報紙是寫的 我叫你去跟著報紙跑 然後叫你去查證 查證你告訴我是錯的 沒有關係繼續報 然後呢甚至會這樣子 跟那個小事店 這個小事店 他上次 我跟他要個小菜 他不給我 沒關係這次你去寫他 寫他那個小事店出了蟑螂 他說那明明沒有的事情 沒有關係你就寫 你不寫我就把你辭掉 然後害那家小事店關門 這叫我們新聞界的長官 再下一個 我剛剛有打紅線 你往上 你看 再往上一點 再往上一點 你看 他叫我硬扣對方衛生不合格 他很生氣的反抗 他說沒有衛生局檢驗 你有沒有想過我毀了別人的生計 他做了 他不得不做 因為長官膠帶 可是第二天就把磁城遞上去了 可憐啦 再來往下 科技新貴變蛙貴 真的 很多科技新貴 我以前那個時代 我們那個年代 剛好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那些在台積電的工作的同學 在聯電在哪裡 他們真的就是 拚個半年 他們說他們有年終 中間的終 年終獎金 他說拚個半年 不管RD或什麼 領到獎金 他們可以好不然 犒賞自己去買一台名車 真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幾乎都可以 先設定 我今年年初開始拚 拚到六七月的時候 我要去訂什麼BMW 訂什麼賓士 因為那是獎金 不包括他的薪水年終獎金 最後的獎金 他是年中間給的獎金而已 他們可以這樣子去做規劃 因為那時候拚 我二四點鐘拚沒關係 在台積電視 二四點鐘都不能休息 隨時長官一個電話 BB Call 那時候BB Call 他就要回去 他們的製程是這樣 他們的壓力是這樣 沒有關係 我拚下來我有錢 結果不是 現在在怎麼拚 不敢奢望 每個人都說 工程師要去賣香雞排 因為鐵行公同事轉行賣香雞排 比我賺得多 好再往下 在銀行行員是 我以前差一點去當銀行行員 那時候銀行行員鐵飯碗 現在銀行行員真的是 可能比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保險公司業務員幾個基本考試 銀行也要基本考試 但是保險公司的業務員至少 他們有經過一連串訊 銀行業務員一進來 就開始叫你賣信用卡 開始叫你推銷 銀行銀行的那個 我弟弟就是銀行行員 他們進去的時候 就要不斷的去推銷信用卡 還有別人一國要賣多少 不管你是呆卡空卡 你就是要去推 信用卡推完推保險 現在銀行什麼都要做 因為現在金控整合了 所以銀行業務員很可能 壓力又大 穿的光鮮亮麗 零的少 工作多壓力大 這是銀行行員 他的銀行夢淪落街頭 他一個月要發130張卡 親朋好友都拉來 警告他們 這個銀行是自己在推銷卡 他們是騙人的 所以你辦好卡 我沒有辦法 我有業家利 卡一辦好你就給他解約 就把卡剪掉 他卡一寄來就把他剪掉 可能喔 再往下 大概就這樣子 這是台灣目前的生態 台灣的年輕人沒有夢想 台灣的年輕人沒有夢想 台灣人會有未來嗎 我去馬來西亞 我去新加坡去上課 我看 泰國來的 外南來的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那些東協的國家 他們來的學生 各個英語都很流利 我們台灣跟我當年去上課的孩子 跟我當年去上課的孩子 說到老師 英語在你上面說 我們要帶一個翻譯在旁邊 我們真的都帶一個翻譯 老師叫發言 那些外國的學生 看到那些我們覺得 比我們落後的國家 印尼 泰國 越南 甚至還有緬甸 他們那些學生 上台都朗朗上口 英語都這樣非常的流利 更何況是菲律賓 這些國家 他們的競爭力都從這裡來 他們的學生 他們的英文 我們小時候的英文 我記得我國中念英文 國中一念英文的時候 開始寫ABCD 然後ABCD大寫寫完寫草寫 寫完以後就開始閱讀 考試就閱讀 所以我那時候去 一直高中 然後再往上的時候 到了學校 開始教英文會話課 請外國老師來到班上 外國老師一開口 我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我現在上課 他說我現在上課 我都講英語 我出來講課也講英語 我們全班的學生 四十幾個 那一班都有四十幾個 我記得好像四十三個還四十四個 大家都傻眼了 每個人都待在那裡 因為聽我老師在講什麼 因為一開始四十幾百就講英語 教英文會話不講英語 要講什麼 可是他不翻譯 他沒有說中翻音音翻中 他就從頭到尾告訴你 我現在開始上課了 這個學期 我上課我只講英文 出功課也用英文出 哇 同學都怕死了 我就問老師 我就舉手問老師 那我們第一堂的功課是什麼 老師姐聽我聽有 就開始對我說 我們班上的學生 每個都如是中無 本來頭都來的 整個頭都起來 眼睛放光 你知道嗎 放光是什麼 有人聽有老師說什麼 我們要問他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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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堂課 我們那個英文話說老師對我上 老師跟我講 功課你聽懂了嗎 我說我聽懂了 好 聽懂你告訴大家 所以一個學期下來 他們有沒有進步 沒有進步耶 也是不敢說的 我到美國去上課的時候 我們台灣去上課的小孩 我不是都米回去房間 真的大家都米回去房間 我在一樓拉批 跟美國的 加拿大的 波多尼克 還有什麼 委內瑞拉在他們開港 在那邊 大家喝點小酒 他聊他的國家 我聊我的國家 我們的英文 有些委內瑞拉的英文 可能比我還破 大家比手畫腳都會通 我們台灣人怎麼會怕 我們回去台灣 我們自己回去我們的 房間煮火鍋 我們台灣跟台灣開港就好了 我們回去好好聯絡 外公 我們不用做國民外交 反正 可能以後老死不相見 你就沒有辦法把我們的 國民外交推銷出去 我永遠都記得 我那時候帶一整包的酸梅 我們台灣的酸梅很好吃 我像我們吃飽 小鱉 酸梅聽說可以排掉一些 外國我們在可能水土不服 排掉一些東西把它排一排 所以我都會帶那個 乾的酸梅 像六神梅那樣子 不是大梅 是乾的這樣 我每次就補 吃一顆 在那裡蘇很久 他偶然那個 歐巴桑他看到 你每次吃苦香糖 你嘴怎麼一直補一直輸 我不是在補冰檔 他也看我補冰檔 他可能比較了解 他說你在輸什麼 我說台灣的烤箱糖 我說台灣的烤箱糖 他說這樣吃一顆看 他吃得很高興 他說要哪裡買 我說 這裡美國沒有在賣 我整包送他 他回到月內 再下班來幫我洗洗 很感謝 因為他覺得台灣的烤箱糖 實在太好吃了 因為我不會說酸梅 酸梅的形容 他要怎麼說我不會說 所以我們要說 其實跟外國人溝通 一點都不困難 為什麼你看到外國人就在閃 因為他講的每一句話 你都聽不懂 所以你要跑 肢體動作是很好溝通的 肢體動作 人跟人之間 友好的肢體動作 就很容易溝通 慢慢的會告訴你 他們的臂嘛 就算不懂 他會跟你講 這個黃黃的一條 這個叫Banana 你看他臂香蕭 你怎麼不知道叫Banana 這樣就跟你說 就可以溝通了 說香蕉 香蕉 香蕉 他就知道叫香蕉 他給你的話 你給他的話 這樣就給他 為什麼 那叫環境 我們先來看看 要成功的十大關鍵 來我們進去 下一張 改變要靠醫院 不是靠方法 方法佔七十分八十分 我早上這裡 跟我們的同心在講 你要讓牛 你把牛放到河邊 你要讓牛喝水 怎麼才有辦法讓牛去喝水 你把牛牽到河邊 那個牛都不喝水 牽到河邊 牽到河邊 他也不喝水 怎麼樣才能夠讓牛喝水 頭給他 壓到水裡面 你的力很大 把他壓到水裡面 整個頭浸在水裡 他就喝了 會不會 不會 怎樣才能夠讓牛喝水 你現在 蛤 給牛嘴乾嘛 對啊 他到河邊沒有要喝 你騎著 你騎著 讓他洗一段 讓他在頭 你拿倒立 讓他一直洗 讓他一直走 你讓他走一段時間 我告訴你 你不用到河邊 他自己會走到河邊 所以改變要靠意願 不是要靠方法 你要有那個意願 我給你再多的方法 沒有用耶 你今天真的想要改變 你才會坐在這裡 我們今天要找 我們今天要找 我們外面的 不了解 法理的 不了解 台灣民政府的 帶他們來上課 要讓他們有意願 意願就要激起他們的好奇心 要拆掉他們信念的桌角 中國國民黨 他沒有辦法讓台灣 國際地位合法化 中華民國民進黨 他也沒有辦法讓台灣 國際地位合法化 有一個台灣民政府 他正準備 帶領台灣國際地位合法 而且他能夠做得到 他能夠帶領台灣 重返國際社會 合法合理 你要不要來聽聽看 你用中華民國身分證對不對 你用中華民國的錢對不對 你用中華民國的護照對不對 那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可以問很多問題 丟很多問題給他 有沒有看過這張身分證 這張身分證 在美國都可以用 只要這張身分證加上機票 在美國可以暢行無阻 你這樣子不斷的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甚至讓他困惑 我們裡面有一個老師 政治局裡面有一個老師 他看到 他在教學生 他在教學生 他說 台灣曾經實施過日本黃民化 他在講的時候 他自己自己就好奇 對 十四證明日本黃民化以後 他想到以後 下面沒有了 算沒有了 歷史就斷掉了 所以那個老師 那個公民老師 他就開始自己去查網路 Google一下 就會看到說 日本黃民化很多的新聞 然後就出現有一個林志森博士 就他點進去 他說的有力 他開始在那裡看 因為他要教學生 他就問他先說 我們是日本神聖不可分科的領土 你們知道嗎 沒有一個學生知道 因為書上沒有教 他自己在教的過程裡面 他就好奇 他就自己上來 然後他就自己進來這裡 然後現在非常的投入 所以年輕人 他們也會接觸到台灣民政府 他們也會接觸到新台灣論 他們也會接觸到林志森博士 也接觸到這些法理 重點是 你有沒有讓他們 試著讓他們知道 你知道嗎 你拿一張DM出去 我以前最常說 你拿一張DM出去 不是這樣等給他就好了 上面很多可以去跟他分享的 你知道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國籍 你知道嗎 你們都知道 我說你就問他 你知道我們現在都沒有國籍 你知道嗎 有些人不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現在生活在政治煉獄嗎 你知道當初 在南京那邊有一塊墓碑上面寫 不是墓碑 我等一下說墓碑 石碑 1911到1949 中華民國 那是中國大陸他自己亂寫的 他自己亂寫的 那為什麼我們被踢出聯合國 我們中華民國 他認為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用他的語言跟他說 我們被踢出聯合國 我們不是說自動退出聯合國 他為什麼被踢出聯合國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說 他把中華民國趕到外國去了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 中華民國是唯一代表中華人民的 唯一一個合法政權 他聽怎麼說這樣有力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是被七十幾個國家 踢出聯合國的 中華民國政府 跟我們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是蔣介石跑去跟麥克阿瑟說 他要暫時管理中華民國 管理台灣的人民 所以他把台灣人民 先暫時從日本籍 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我們原來是日本籍 我們是大日本台灣人 你知道嗎 你這樣一直在問他的時候 他會有很多的OS 這就在拆他信念的桌角 他只要感覺到困惑 他的注意力就已經沒有固著了 第一個注意力叫做固著的注意力 就是你想想看自己 你把自己蓋在那裡 跟馬桶 你把自己蓋在那裡 這樣你聽得到看得到 無法耶 你的如果 當你的桌面很堅固 比如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很堅固的時候 你就可以蓋在那裡 你就覺得什麼都聽不懂 所以你要開始告訴他說 其實中華民國是在平坦 中華民國在金嘛 他的問題什麼叫中華民國在平坦 你不知道現在 中國大陸的規定 你現在是中國人的第二代 你可以去福建平坦定義 定義一間房子 今天就算 我們最主要是要引起他的注意力 中國人的第二代 在台灣的可以平坦定義一間房子 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我是聽人說的 我聽童馨講說 現在中華民國的 中國的第二代 那些中國人可以去福建平坦 登記一間住宅 因為他們正在蓋公有住宅 準備讓中國人的第二代到那裡 在台灣的中國人的第二代到那裡去住 所以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在平坦 中華民國在金嘛 我做這些 不是說我確定那些什麼 但是我很確定 我要把他的這些以前的被毒化的思想 這些觀念 要把他信念桌角拆掉 那才開始產生困惑 他產生困惑 他會有兩種狀況 你要知道他有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他聽進去了 他願意跟你來了解 我們花這個力氣就好了 以前在做業務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我看到一本書 叫敗部復活 那個人是一個棒球選手 他的人生就一直在敗部復活 他在投球的時候手斷了 他從外野非常用力的 他覺得要努力 傳到本壘的時候 結果傳出去他的手斷了 沒有辦法他只好去做保險 他做保險 他剛剛有時候很認真很努力 他可能一個客戶都會拜訪十次 二十次 三十次 四次 拜訪到那個客戶說 好啦好啦好啦 我給你拿一下 很早期的時候 他是用那個天蟬工 天蟬工知道嗎 用鋼的 一直給你鋼 一直給你鋼 然後你買 然後他去上課 他上課會長資質這樣 他上完課以後他發覺 老師說 有 如果 十分之七的客戶 你花了 三次以上去拜訪 有十分之三的客戶 你可以在三四之內成交 他想說 我花十分之七的時間 去拜訪三次會成交的客戶 然後 十分之三 會三次以上成交的 我再花那十分之三的時間 去追蹤 結果他用他更有效率的時間 去拜訪三次以內會成交的客戶 結果一下個月業績成長幾倍 各位知道嗎 二十倍 二十倍 因為他的效率整個提升了 我們現在出去外面 你們去那外面 你這樣把他動搖 你一直給他問 一直給他問 一直給他問 你不要說啦 我一直給他說 你不要說 因為人齁 每一個人都憲體嘛 台灣人也很憲體的 不然有說 三次公在那個 在那個 古兵 有開店在那裡說 三次公在那個 廟口在那裡 聽大人碰風 聽三次公在那裡說過 你要給他提嘛 他這樣你幫他問 你一直幫他問 讓他產生困惑之後 他會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就是 他認同你 你就可以給他來上課 第二種是 他開始幫你做 他一定要幫你做 做他是對的 要花時間嗎 不要啦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時間 還有很多人在找 我們只要四十一萬分就好了 我們只要四十一萬分的新聞錢就好了 我們扣掉那些 那些中國人 兩千萬的台灣人 扣掉那些小朋友 我們只要找到四十一萬分 所以你去搖動他信念的桌角之後 我們只要找到四十一萬分就好 這個滾雪球下運會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大 用方法 一個人不行動的原因只有一個 痛苦不夠 人生下來有兩種力量 一個叫做 逃離痛苦 一個叫做追求快樂 逃離痛苦的力量 比追求快樂力量大很多 為什麼 我們去想像一下 小朋友生出來以後 他哭的時間比較多 還是笑的時間比較多 哭的時間 他為什麼會哭 肚子餓會哭 還有咧 沒睡飽會哭 尿尿會哭 不舒服會哭 他哭是在代表什麼 他要你媽媽去關心他 他要大人去關心他 他要大人去照顧他 所以他為了要逃離痛苦 所以他會哭 他哭不是為了 讓自己更痛苦 懂嗎 小孩子哭絕對不會 讓自己更痛苦 小孩子哭是為了要逃離痛苦 他要你去關心他 解決他現在的不舒服 你現在覺得對你的生活很滿意嗎 不滿意 但是還過得去 勉強 過一天算一天 我們人生就是這樣 既然到現在 他通知六十八年了 就這樣了 反正人生是黑白了 不可能猜測 沒辦法改 你如果這樣想 你的人生就真的是黑白 他 這個老公 他決定要讓自己做一次傻 他讓自己當一隻傻瓜 我們一樣讓自己當一隻傻瓜 你在這裡不斷的 你會覺得說好像沒有什麼進展 可是一直不斷在分享 分享分享的過程 大家匯集成一股力量 他就開始像滾雪球效應 這是真的 你要改變你的習慣 我上課都有提到 一個路徑依賴理論 為什麼鐵軌的寬度 有上課有聽過的人不要講 為什麼鐵軌的寬度是4.825公尺 鐵軌的寬度 鐵軌 有沒有想過火車的鐵軌寬度是4.825公尺 誰定的 誰定的 我告訴你 是兩匹馬決定的 早期 在設計鐵軌的人 他是根據電車的寬度 那電車設計的人 他是根據 馬車的寬度 那馬車呢 他設計的人 他是根據兩匹馬屁股的寬度 因為這樣剛好可以通過 古羅馬的成本 2000年前 這兩匹馬的屁股 決定了現在台灣的 決定了現在全世界的鐵軌的寬度 我們現在最先進的火箭系統 推進系統 他要從 比如說他建造好的地方 運到那個發射台 所以呢 他要經過山洞 他要用鐵軌去運輸 所以呢 這個火箭推進器呢 它的寬度 也是由那兩匹馬的屁股來決定的 所以我們現在最先進的運輸工具 它是由2000年前的兩匹馬 就決定了 決定了這個寬度 所以現在才會這樣 鐵軌的寬度那麼大 鐵軌的車廂那麼大 鐵軌那麼細 很容易邊掐 為什麼沒有人想過 把車廂跟鐵軌做的寬度一樣大 甚至 鐵軌再寬一點 車廂在中間 這樣不是更穩嗎 連轉彎的時候都很穩對不對 要不要增加什麼材料 不用啦 可能增加枕木而已 中間的枕木 可是他都習慣了 因為2000年前 那個人決定了以後 造電車的人 反正就造馬車的寬度 造火車造馬車的寬度 造火箭推進器 造鐵軌的寬度 都這樣一個一個一個習慣下來 這個叫習慣 你們如果沒有試著去改變 讓你們自己的痛苦再多一點 你們不會改變 你的小朋友 你的小朋友 他們想要有未來 就要靠你們 你們改變了 他們也會改變 所以我們不要想要去改變別人 我們先改變我們自己 改變自己 我們開始改變自己 讓我們的行為開始不一樣 不一樣的行為 才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為什麼算命的 我們的委員長 我們以前的教務長 也常常在講 為什麼算命的 可以算到你的未來 很簡單啊 我也可以算啊 我看到你過去的行為 也就知道你未來行為是怎麼樣 一個人現在的行為 會產生未來的結果 所以我現在看到你現在的行為 我都知道你也拜了 所以為什麼人家講說 三歲定八十 三歲就可以定八十了 我們上過這麼多的課 都在告訴各位 你只有改變你自己 你才可以改變任何人 所以你要改變你自己 要讓自己痛苦多一點 你要開始想像 你要去回到 其實人痛苦過去都很快 我們常常跟我說 他都在台中 那個時候 年輕的時候 十七八歲 他對他們阿姨 在賣魚 他都從台中 用牛車 牽整車的魚去中華 去中華 去中華 魚賣完 就整車的牛車的現金回到台中 他就每天這樣 早上出門 中途大陸頭這樣 帶牛車回到台中 這樣日復一年 結果有一天 他帶車去中華賣 整車的魚賣回來 都現金 去到台中的時候 那整車的現金 所以變一塊 所以他那時候就開始說 很痛苦 他那時候就開始說 我是日本人 我們中央肉 那時候就開始 他是不知道法理 但是他那時候就告訴我太太 告訴所有的人 他是日本人 他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他那時候就開始說 我是日本人 你知道我們日本到達多少 我們都知道那時候 日本為我們在做多少事情 他為我們 我們那時候的平均餘命 男生的平均餘命 29歲 女生的平均餘命30歲 那如果要保養都很貴 因為很快就聰明了 為什麼會平均餘命那麼低 因為我們的水沒乾淨 日本的青龍 來我們統治我們台灣 沒多久也聰明了 所以他們才會開始 建造下水道 幫我們建造水壩 幫我們建造鐵軌 讓我們有乾淨的水可以喝 讓我們的壽命 可以開始提升 這些是他們為我們做的 我們都知道他對我們很好 他把我們當作人在看 他們不像說外來的政權來到這裡 一心一意想要回到他中國 所以那個時候 來這裡賺錢都往國外搬 他們很認真的把錢搬到國外 為什麼他們覺得說他們在這裡 不會待很久 他們在這裡不會待很久 他們的心態就是殖民地的心態 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想說 趕快賺錢 為我們台灣 繳一些錢去外國 他們準備要回去代表 那才是他們的家 那不是我們的家 不是啦 我們的家在哪裡 台灣 誰對我們好 到底誰對我們好 真正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他們才對我們好 我們在1945年 就已經黃明化了 我們就已經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了 結果我們現在都認識做老闆 有的人又拿他算錢 他自己買去 你又拿他算錢 這些你如果不覺得痛苦 你不會去改變 你如果了解了之後 我們改變 我們不是要去報復他 沒錯 可能說我們的 我們使徒人可能會覺得 很想去報復 我們很多同學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冤冤相報 我們只是做適當的處理 好 我們不要 就算我們不要去管那些 但是我們要讓我們的生活更好 對不對 我們現在生活有比以前好嗎 說實在 我比起的時候 我一個月薪水就有兩萬多塊 那是二十幾年前 現在的大學生比起來 薪水多少 兩萬多塊 一樣 奇怪 現在的錢比較大 現在的錢比較小 比較小 奇怪 他們的薪水我們都不去 我們以前兩萬多塊 我們還有時候可以去打個牙劑 他們現在兩萬多塊 可能 藝國的校端府就付不出來 所以他們現在有很多新的名字 很可能 叫月光族 他們比較藝人嗎 不是 他們在藝國的時期 那些薪水就月光光了 就沒有了 所以叫月光族 我們沒有把我們的年輕人 叫做草莓族 對 草莓在運送 不能蓋到的 這個蓋到就暖了 我們朋友 嫁草莓來給我 都跟我說 那絕對不能蓋到 一個草莓 一個草莓都包起來 很大顆 包好好的 那越大顆的草莓 我說不敢吃 因為聽說草莓越大顆 農藥越多 對 可以生得這麼大顆 生得這麼漂亮 我說不敢吃 一顆草莓都這麼大顆 對 我看得很恐怖 他說這草莓怎麼吃下去 吃下去不知道會中毒嗎 他說這很好 不過不能蓋到 我們現在的小孩叫草莓族 他們自己會中毒 一天才不是中毒 還不能蓋 所以你要改變 當你有夠多的痛苦 你要去告訴自己 你現在想要改變了 你現在想要改變 你才會採取行動 你如果想要讓我們台灣未來更好 你們如果想要讓我們台灣的小孩子有未來 請你們現在開始改變 我們現在暗時 7點到9點的時間 我們不要再看風水洗到 好不好 我們開始開時間 去走路 還是去廟口 還是去爭頭 去跟人家說台灣民政府 去跟他們找問一下 找問看看 我們台灣的生活 如果可以更好 未來我們的孩子 會有錢 剛好可以退到大學 畢業 都不用學費 現在我們台灣的孩子 有貸款 還不可以都不用行 我們看醫生 健保老婆 都不用我們入錢 孩子如果輕拼 有條件 我們配一間房子給他 這樣是大人 六十五歲醫生 開始都有老人年金 一個月二萬四至三萬六 讓他們輕鬆過生活 我們這樣改變越來越好 這樣我們來改變 我們來了解一下好嗎 不是我們自己來而已 我們一個人就一個 一個人就兩個 這樣讓他們慢慢的了解 台灣就開始改變了 畢業長 從2005年到現在 八年的時間 他們都在做這件事 一直做 一直做 我不會累 說了我不會生 他如果沒有那個 想要改變的力量 他不會這樣持續不斷的 一直在走這條路 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沒有辦法 說實在 他把我們長這麼久了 他在說法理的時候 我也都背不出來 因為他的頭殼 不是普通的頭殼嗎 那素日 那年代都背得這麼熟 我們聽到菩薩 真的很配合 我們只能盡力 把我們所學的 把我們會的 用我們會的表達方式 來講給他 來講給大家聽 再下一張 這我剛剛講過了 再下一張 我們要先說十大關鍵 真的很重要 第一個 環境 你回去 電視一下看 你就不會去台灣民政府 說真的 你一個回去 冷孫一下 你就不會去台灣民政府 這是真的 你回去 你回去 可能跟 不一樣 親自朋友說一下 去讓他們吐槽 你就不會記得 我們親自就有反對 還是說 比如說 你比 你比到學校的老師 還是比你有學問 比你這個見識多 你覺得 你蠻尊敬的一個人 你給你吐槽一下 可能 我沒有學 所以 你如果要持續 保持那個熱度 環境 秘書長有沒有講 每個禮拜天下午一點 你們可以回來 聽最新的消息 你如果告訴自己 每個禮拜天下午 我都要來做禮拜 我要來聽別人說 這整間都萬萬都人 都停一停 大家感覺很興奮 那個叫環境 我們朝同一個目標在邁進 大家看同一個方向 這叫環境 所以 你如果 Push你自己 每個禮拜天下午 1點半回到這裡 坐在這裡 聽最新的消息 知道我們的民政府 進展到哪裡了 你回去又會充電 為什麼我們常常在講 要充電 要充電 你每天在那裡 讓自己 人人無事 讓自己得過且過 一點都沒有在充電 你回到這裡 三天你都有辦法坐 一禮拜回來 2點半回到這裡 這樣沒辦法 可以吧 你回來充電之後 有最新消息 你又興奮了 你又重新燃起你的 興奮度 再回去跟人家分享 你回去電 一定會失去 為什麼 我都會失去 你們不會失去 我跟我們兄弟講 四點鐘 他說為什麼要改變 現在好好 為什麼要改變 我們兄弟 從小孩很尊敬 我說什麼 他就做什麼 他就跟我問 為什麼要改變 為什麼要改變 現在好好的 改變以後有比較好嗎 你確定嗎 你那些政見都會實現嗎 我說至少 我們本土台灣人 會照顧我們本土台灣人 我們不會說只照顧中國人 不會說中國人 念書不用錢 出國流血不用錢 當高官不用錢 還順便貪污 我說這個習慣 我常常跟我們兄弟說 從清朝康熙那個時候開始 清朝康熙他講了四個字 害了中國 他四個字叫做永不家父 什麼叫永不家父 他跟他的兒子說 你們不能再給我加水金 不能讓人民痛苦 結果他們兒子 雍正沒錢 乾隆沒錢 再來家康也沒錢 大家都沒錢要怎麼辦 你犯罪沒關係 花錢來買買你的罪 你要做官沒關係 花錢來買 我沒有給你抽水金 你現在要過了 讓我過了 反正他只要不講水 這個字其他都收 他收過路費 他說買罪 易罪贏 買官也要錢 從那時候開始 只要有錢 就好辦事 他們就開始走後門 他們就開始 學生 他們就開始貪污 他們說什麼三年輕支付 十萬雪花銀 你有做三年的支付 買一個支付 你可能花一萬塊買支付 三年下來你就賺十萬 投資報收率多好呢 現在給你一百萬 三年以後 可以給你領三千萬 你要投資嗎 我給你保證 你現在一百萬花了 三年以後拿三千萬 投資報收率多好呢 三年輕支付 十萬雪花銀 從那個時候 康熙那個時候開始 整個清朝 整個中國就爛到底了 一直爛到台灣來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常說 兩個爛蘋果 以前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說兩個爛蘋果 選一個比較不爛的 讓他出來當官 請問一下 兩個爛蘋果 什麼叫做一個比較不爛 兩個都爛掉了 什麼叫一個比較不爛 我就聽不懂這個理論嘛 兩個都是爛蘋果 選一個比較不爛的 讓他出來當官 怎樣 出來比較不爛的是 貪的比較少 所以為什麼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 他們都沒有辦法讓台灣 國際地位正常化 因為都是用中國的官場文化 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要改變一些 我們以前過去的壞習慣 不要在很多事情 比如說像很多上課 我弟弟也會這樣子 你去幫我上課 我們公司規定 他在Apson 公司規定要上課 他上股 他上肚子上課 他上股子上課 你用你的名字去幫我上課 不是 你用我的名字去幫我上課 這樣我就可以加薪水了 這都是中國的 日本都很難理解 我花錢給你去想 讓你去上課 讓你去成長 叫你不要去上 他覺得在家裡打電動 他叫我去上課 成長是我 我想說好啊 不用花錢 我還可以上課 不過只是用我弟弟的名字而已 結果最後我自己太老實了 上台發表 因為老師說要誠實 我用我弟弟的名字上課 我要懺悔 叫我一個懺悔 我弟弟害他沒頭路 他隨便給日本公司抓到 我想說我每次來上課 老師就說要誠實 我要誠實 真的 他就很怪我 他說 我叫你用我的名字幫我上課 你又給我出賣 我說 沒有啊 我怎麼知道 他會去跟你們公司說 我想說 當然老師叫我怎麼誠實 我怎麼知道 他會去跟你們公司說 那都是中國官場文化 很多時候都得過且過 想盡辦法 這個偷雞摸狗 你如果要讓這樣繼續下去 台灣就繼續爛到底 你要讓台灣變成爛蘋果嗎 你要讓台灣變成 這個有機的好蘋果 還是讓台灣全部都是爛蘋果 大家都知道當有機的好蘋果嘛 對不對 下一頁 決心 你真的下定決心要改變了嗎 你有多大的決心 你願意為台灣民政府犧牲一切 勇往直前嗎 犧牲一切是看困難 勇往直前我做得到 人就會這樣子 開始二分法 有沒有別的路可以選 我一定要犧牲一切嗎 盡力而為嘛 所以你要常常下決定 你要下決心 小人 常立志 君子立常志 這條路你可以這樣子 一直往前走 八年十年 就是為了讓台灣更好 你做得到嗎 你如果做得到 從現在開始讓自己改變 去學習 真正的 完整的法理 讓我們講的話更有力量 從內在 從你心中呼喊出來的力量 下一個 真的啦 你要有強烈的企圖心 這是真的 我看到現在很多州長 開始改變了 他們非常的認真 開始辦活動 高雄州 台中州 新竹州 你們要去參與這些活動 他們就是想盡辦法 這是新竹州最近發的 台灣人該醒了 拿給我看 如果上面插的國旗 漁船上面插的國旗 是美國軍政府的旗子 我相信你們不會被 轟得很慘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台灣漁民的苦難 就是插上中華民國的國旗 開始的 所以台灣人民該醒了 台灣民政府 我們即將帶領本土台灣人 讓我們台灣 台灣的國際地位可以正常化 台灣人民的生命跟財產 才真正的有保障 他們開始你看 一百張十九塊 他們說這樣 一百張換一張新聞新聞回來 就價錢了 一百張換一張新聞新聞回來 就價錢了 這叫強烈的企圖心 然後高雄呢 現在開始要辦活動 大家一起到火車站發傳單 不管唱歌可以 還是大家 凝聚的力量比較大 大家一起活動的力量比較大 我們開始動起來 每一個週開始動起來 希望各位開始熱烈的參與 然後希望禮拜天就回來這裡充電 這裡是火爐 我一直說這裡是火爐 你出去是一支辣植而已 辣植人噴一下就發光了 你在這個火爐 你會越來越翁 所以你回來要引火種 然後再回去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要求說 德國每個禮拜回來 這是他可以視訊 你不要看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什麼 巴西的那個學員 他也在問 說老師你要來我們巴西講嗎 我們可以邀請你來巴西 真的 親戚打得那麼多 但人家很有心 你來這裡我請你喝 因為我做咖啡 我做很好的咖啡來請你喝 請你來巴西 我們聖保羅 李月日日日日 很多我們的華僑 人家國外都這麼支持 他們在國外 有社會地位 有名望 有錢 有閒 他們都還有這麼強烈的企圖心 願意來改變 讓我們台灣改變 我們在這裡 我們這麼就近 我們就這麼簡單的 41萬張身份證 人家伊拉克民政府有一個開班 300萬張的新聞證 隨班好 300萬張 我們要想辦法 我們要有那個強烈的企圖心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一個禮拜推一張就好了 你在你工作閒暇之餘 一個禮拜推一張 你遇到計程車司機 遇到市井小販 到菜市場到哪裡都可以 你現在用中華民國的現金 中華民國的鈔票 你要用的時候就拿出來給他看 中華民國 他會不懂你在幹嘛 你買菜拿出來給他 這中華民國 對不對 對啊 你甚至可以戴著你的護照身份證 你這都在中華民國 對不對 你怎麼證明 你問歐巴桑歐里桑 你要怎麼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有問有機會 不過有本土台灣人的身份證 你去買菜掛在頭前好嗎 給你們看好嗎 我才有本土台灣人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可以證明我是台灣人 就這麼簡單 你這個強烈的企圖心 我們有一個同心 他都默默的 每次就來拿DM 然後就回去台北發 有多少同心 都是這樣子被他發到DM的 我們政治局裡面 有很多同心在路上被他發到DM 他收到他一張DM 然後第二天捷運又出來又收到他 他說他就這樣一直收到他的DM 他捷運一下出來 他就看到他 這個人怎麼這麼認真 然後他一看 他不是廣告DM 他可能嘴嘴比較笨 可是他就持續的在同一個地方 不斷的在發DM 他都這樣 沒DM就回來拿 就出去發 他那個企圖心夠不夠強烈 就這樣子 一個公司的老闆 他最近要做到那個 我們的副組長 他說他最近要跟那個水庫簽約 他已經有一台新的機器 他可以讓那個氧化的池水 你知道那個底下那個淤泥 比強烈膠還黏 他可以把它抽上來 泥土歸泥土 水歸水 光石門水庫一年的清淤的費用 就是250億 我說這樣你要罰 這樣我們民政府阿伯就扣你了 真的啊 他最近要跟石門水庫簽約 他說全省的水庫 最少都有 每間都有100億 他只要把這機器一直不斷弄 我說喔 阿你是怎麼來 你生理做得好你是怎麼來 他說 阿就一個歐巴桑 每天都有發DM給我 我一個出捷運 就有發DM給我 看久了 每天都一樣的一張DM 你收10張你怎麼會看一下 10張可以換一杯飲料 你可以在上面什麼 你收集10張可以換一杯飲料 我們請他喝一杯飲料 請他喝咖啡 到我們的那個重慶 重慶北路那邊去喝個咖啡 你不要說 你有比較好說的人 來聽你講嘛 我們這裡集團 副集團都很會說的 很多方式都有方法嘛 找方法不要找藉口 他就這樣 把一個老闆就來這裡 阿現在參加我們政治局 還有更投入 更全新的要為台灣付出 他那個時候 他這麼拱勁 那個老闆這麼拱勁 你看原來我是本土台灣人 以前他都叫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很可憐 我以前也是這樣認為 我以前從來 我在做 我們在上課 我從來沒有想說 我除了中華民國之外 我還有別的 我還可以是別的 我只知道日本統治了台灣50年 日本統治的時候 台灣人民封衣足使 日本統治的時候 台灣人民可以夜不庇護 日本統治的時候有多好 都聽我們中華民國在說 日本在統治 所以我 他最愛我婆婆去日本這裡 去到北海道 向北海道 他就跟我說 你知道他們的牛 他們的牛都特別 牛奶都特別好喝 奇怪 跟我們台灣的牛 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吃的草不一樣 他們是吃日本的草 他們是吃日本的草 培養出來的日本的牛奶 所以特別香甜 那個中國人你做出來 有很多的病菌什麼的 當然是有點誇張 但是他是真的看到日本 我們都知道日本以前 對我們很好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我還可以回到日本的懷抱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如果沒有接觸到 我沒有想過 在外面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沒有接觸到這樣的訊息 沒有因為你們的分享 還是回去後都不敢說 DM也不敢知道 看到人也看很久 要想很久 想到準準準 準備要跟他說的時候 我已經走了 還是像那個歐巴桑這樣 看到人就本 看到人就本 來辦台灣新聞前 來證明我們自己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現在來辦旅行 就是這樣 輕輕鬆鬆 一直發 一直發 很久就是你的 強烈的企圖心 在台北 在那裡上班 我每天上班 下班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歐巴桑 穿社長跟我一樣 他這裡放一個 一斤兩斤 那種彩色塑膠袋 紅白相間的彩色塑膠袋 他放在他的叩頭 他走一斤 左手拿公事包 他每天這樣 從長處走到民生四路 我每天看到 我年輕嘛 那時候我才20斤 我看得到我就很方便 我有一天我就走那個 問說 蛤蜊你在做什麼 因為我就看他撿煙地 放在他裡面 撿垃圾放在他裡面 我說你找本書 找本書不是 台北市政府不是 都有人來找 他說他找到 樹木旁邊 小小的煙頭那些 大家都會亂丟煙地 我說你這樣做怎麼改變 他說從0到1的觀念 他跟我講 從那個時候我學到 他說我一個人 你做就像你這樣 有人來問 有人來問 就有人想要學像我這樣 就開始越來越多人 不會亂丟垃圾 大家會去把環境保護起來 把環境整潔起來 從0到1的觀念 我們現在已經不用從0到1 我們現在辦身份證 已經超過1萬個人了 從0到1很困難 從1萬到10萬很快 只要我們同心 每個人 我們現在2000多個同心對不對 每個人跟兩個人就好 兩個人講台灣民政府 一天會有幾個人聽到台灣民政府 一天 他一天有4000的人聽到台灣民政府 一天有4000的人聽到台灣民政府 一個月幾個人 一個月 4000的人一個月多少 12萬 一年 240萬 只要我們一天跟兩個人講 全省 全台灣 全台灣 一年就有200多萬人會聽到台灣民政府 這200多萬人不要多 我們一%就好了 譬如說一% 就有2萬4千頂的新聞證 就這麼簡單 那會越來越快 這碰會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拜託各位 回去之後 我們一起幫秘書長分憂節 他已經說八年了 他已經說八年了 現在對我們說了 對我們跟他說 大家來辦新聞證 大家來最初級班 最國級班 來最國有長智慧長知識嗎 有啊 你看這樣一直下來 那是你看你聽我 你聽我們徐哥林 徐老師你說藝術解碼 有很好聽嗎 有啊 聽 聽 教務長你說 聽我們的委員長你說台灣的歷史 我每次聽都很新鮮 我小時候我就聽我們三個公在那裡 真的 真的三個公 不是那個藥客店的三個公 真的聽他說台灣歷史 他去日本特助 我們三個公萬個公都在日本特助 有啊 萬一說回來台灣做牙醫啊 所以他們都會說 日本時代 他們多用怎麼做 多用這樣 那是真的啊 像這個 我們從小時候聽到大聲了 只是沒想到說 我們有一天我們也可以做回來 日本人 所以我們開始要讓自己成功 有一些要件 第三個 第四個 這比較困難一點 這是我們在說 你要賺錢 你要怎麼比人家 因為有一個 有一個銷售之神 很厲害 他說他比別人努力三倍 所以他就變成世界冠軍 我們說我們如果要比他厲害 我們就要比任何的努力四倍 我們也可以變世界冠軍 這是告訴自己 成功一定要努力 雖然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成功一定要努力 你不是坐在這裡 上完高級班以後 就等著坐享其成 你就沒事了 你上完高級班 才是你責任的開始 你開始要加重你的責任 你現在有目標 你現在有積極嗎 你是台灣民政府 未來 我們的政府官員 你要付這個單位 你要管理很多人 你如果沒有給你 付出一點心力 你如果要跟人說 人說你現在開始 你來這裡 你介紹多少人來台灣民政府 沒有 我就準備自己上完高來做官 我就在船在等 你要等很久 我告訴你 你如果 自己打拚一下 那速度會比較快 說得很感動 機子都給我敬禮 再下一個 這什麼叫做好顧客服務 你 他要來 他聽到你的講法 他要來辦身份證了 他要來上課了 他要來上課了 反正 你已經跟著了 你也跟著 我們就負責任 我們就把他帶來到這裡 萬一剛才在樓上 走走走到買了 剛才接到旁邊的電話 就去打拚 他講 不然我後一機這裡最好 我們已經 他講好了 他都要辦事 他都要來上課 結果說你自己來 在那水月園 水月園在哪裡 坐車 你問什麼 你去找酒店還是怎麼樣 他如果比較拚拚一下 不然我後一機 後一機再來 以前就是這樣 我們朋友就說 不然我這禮拜 我後一禮這裡好了 後一禮還有事情 下個禮拜又有事情 不是找酒店 他已經很高 他就想說沒關係 我已經很高 早上晚上都會來上 對啊 所以我們做好顧客服務好不好 我們反正回來這邊 跟大家聊天 我們提供一些新的資訊給你 每個禮拜我們都有新的資訊 就像我 如果聽我講課就知道 我從以前到現在講 我每一次課講的一定都不一樣 一定會有新的訊息 因為我們每天 我們的電腦資料庫都要update 我回去 除了說去 國中 去跟大家分享之外 我其他時間我都在上網 我都在找新的資料 我不會去看那些垃圾訊息 請問一下 剛剛那個卡雷發明那個 有看到那個新聞的 在網路上有看到新聞的 舉手一下 兩個 不然你們在網路看新聞都看什麼 看社會消息 還是看地方消息 國際新聞 科技新知 這些know how都可以看 他就在上面講 這些新聞都在網路上結下來的 我昨天在上領導 我也是在上面結下來 Michael Jordan的老師 Phil Jackson 他蠶詩他出了一本新書 從網路上結下來 網路上新聞我們要去篩選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 每次上課都有新的資料update 我們做好顧客服務 我們的後部比較認真做 反正人已經來了 他看你這麼付出 這麼努力 他不會覺得你很感興 我們在做這些 在做這些事情 也是為了自己的將來 也是為了自己的小朋友 為了台灣的下一代 為了盡我們當世界公民的責任 你要真的相信 這本書你們可以去買來看 台灣會因為你而改變 你相信台灣會因為你而改變 你就真的能夠改變台灣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不是就在改變台灣嗎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不是就是讓台灣未來更好嗎 讓我們的小朋友更有未來更有夢想嗎 這就是你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前功盡器 我們不要半途而廢這樣好不好 我們讓自己把這個做好 十大關鍵我們從第一個看來 我們要有環境 環境是什麼 我們來複數一下 增強自己的記憶力 環境是什麼 你的周辦公室 水月圓 就是你成功的環境 你如果每天都要站在捷運站的出口 你至少要花一天的時間 回來一下周辦公室 回來一下中央 回來水月圓 來這裡 你離成功會越來越近 機會永遠是給準備好的人 這是真的 第二個 決心 我剛剛決心我講什麼 還是都已經聽得有點 現在 今天上課比較沒有在運動 所以大家聽得已經有點模模糊糊的這樣 還是要起來運動一下 還是像大家上個禮拜再笑一下 有笑過感覺很舒服對不對 上個禮拜笑得很開心的那個 我聽得很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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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心是什麼 設定目標然後呢 契圖心是第三個吧 我剛剛講決心耶 你要下決定 決定你現在就要改變 你要常常下決定 人要訓練自己決定的那個 那個力道 你如果沒有常常下去 我決定我今天要怎麼樣 我決定 你在一直下決定 下決定 你就很習慣下決定 不會到最後 有些人就會這樣子 讓人家覺得說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比如說你在問朋友出去 你說 你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青菜啦 沒有我們吃的好不好 那我不好吃 沒有我們吃的好不好 那我不好吃 你不是說青菜 我青菜是有完整的青菜 我在靠右邊耶 我接下來我怎麼 你到底要吃什麼 他跟你講隨便啊 隨便之後呢 他又通通都有意見 對不對 他什麼都不要 他其實心裡面已經有想法了 然後他就不講 那不是很討厭嗎 他明明就已經決定好了 他跟你講隨便 所以你要常常下決定 不要客氣 人家告訴你 今天中午想吃什麼 我今天中午想要吃大餐 我今天中午想要吃簡單一點 我今天中午想要吃有機的 我今天中午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常常下決定 從吃開始下決定 我告訴我自己 我要吃的更健康 怎麼吃的更健康 均衡的營養 我要吃五股跟筋類的 現在整個健康的概念已經改變了 所以你要讓自己吃的更健康 我要吃五股跟筋類的 我要有充足的睡眠 我要常常下決定 我現在決定我幾點到幾點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七點到九點 我不開電視 不要講不開 因為我跟你們上過課 你們都知道 我們再來做一次很簡單的實驗 來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好 現在各位 很慎重的告訴各位 很鄭重的告訴各位 不要想藍色 千萬不要想藍色 絕對絕對絕對不要想藍色 好 睁開眼睛 你想到什麼顏色 對啊 為什麼 所以你不要說不要 我為什麼一直告訴各位 這在注意力裡面很重要 你越不要的事情 我叫你絕對不要的事情 尤其小朋友 他就很想去嘗試看看 媽媽為什麼說那個櫃子 絕對不能開 有看到納尼亞傳奇裡面 那個櫃子絕對不能開 他們一開就掉到另外一個世界 那個櫃子絕對不能開 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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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開 他把它開了 開了就掉進去了 所以你不要說我7點到9點不要看電視 我們現在開始改變 積極正面 我7點到9點我要去發傳單 我7點到9點我要上網看 我要看新台論 我7點到9點我要去我們的台灣官網 去跟一些好朋友聊天 7點到9點 請大家千萬不要看電視 所以我們晚上7點到9點 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可以設下來 7點到9點可以做什麼 這才會有新的力量去改變 7點到9點 你真的不要一天只要花一個小時就好 去找兩個朋友 兩個 我現在告訴你 一天花一個小時找兩個朋友 或者兩個不認識的人 跟他講有台灣民政府的存在 你會很快的發現到這個改變的力量 當你下決心開始改變的時候 他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這樣好不好 我們還有15分鐘 我們把最後的5點講完 第5點 第6點 不是 這個重點是要告訴各位 你不管在 你不管 在任何的情況之下都要學會銷售 我所謂的銷售不是叫你去賣東西 你要會去銷售你自己 讓人家開始對你產生注意力 跟你講 你如果夏天 像我一樣穿著西裝 站在捷運的門口 人家會覺得你很認真 這個到底在幹什麼 你難道在做業務嗎 他會對你好奇 你在銷售你自己西裝比你 你好 我是台灣民政府未來的官員 所以我要跟你介紹一下台灣民政府 你敢這樣說 我跟你說人一定會很幸運 你在講什麼 你好 我受過初級班跟高級班的訓練 我是初級班第幾期 高級班第幾期 我要鄭重跟你推薦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你這樣站在捷運出口 或站在路口這樣跟人家講 我保證他會來跟你了解一下 我不是在賣東西 我沒有要賣你東西 我沒有推銷任何東西 我只是要讓你認識台灣民政府 這樣你講得出來嗎 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怎麼樣才講出來 每天對著鏡子練 我國小三年級 我以前的個性很害羞很內向 我大家講到這個 很多學生都會笑 真的 我那時候第一次上台演講 就差不多台下這樣的人 我就站在台上這樣一上來 我背很熟 可是因為緊張 我媽媽教我 手要插在後面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點完頭站起來 然後看到那麼多人 很空氣 完全腦袋一變空白 我就在這裡站五分鐘 腳一直刺 老師說好你可以下來了 我就很沮喪的下來了 第一次演講 第一次演講的經驗 就在台上這樣子 站五分鐘 我完全不知道 我背得很熟啊 完全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台下就看著我媽 一直在那邊瞪大眼睛 看著我這樣 她覺得很大 我媽媽眼睛跟我一樣很大 然後瞪大眼睛這樣 你背那麼熟 叫你背那麼多 結果你一個字都講不出來 我只記得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我還講了兩次 我記得我講了兩次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二次有沒有考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總不能一直大家好 一直在頭說大家好 這是我第一次演講的經驗 這是真的 我很害怕 我會不會有第二次上台 如果沒有給自己機會 第二次就永遠沒機會了 第二次呢 我媽媽又叫我上台了 我媽媽是廣播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她的北京外講得很好 跟我們訓練得很好 所以我第二次又上台了 第二次呢 他就知道我會緊張啊 所以第二次他就帶我們去我們家的客人 你把那幾個百粒的酒頭 都當作那個椅子的人 你就對這個酒頭說 每次你都這樣 他就開始給我虛擬實境 我就大家 我買了我就知道 大家的椅子都酒頭 我就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 我就開始這樣念 背後第二次也很快 我媽媽說身體要上台 要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這樣左邊 右邊 然後就這樣講完了 第二次 鎬子背的很熟 不過老師說要講三分鐘 我一分鐘就講完了 用背這樣 像機關槍這樣講完了 下來 這是第二次上台 就是這樣練嘛 第三次上台的時候我就知道 又去用巴頭 又去用練 知道第一次要講得 第三次要講得慢的 還有背 每天對著石頭這樣背 就一次一次的背 一次一次的練習 第三次上台就這樣子 就拿到第二名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代表 代表政啊 代表縣啊 到台灣來 到那個 中華民國聯邦政府的整個 最大的那個比賽 就這樣一直練 一直練到國小六年級 到國中繼續練辯論 教我一個 像台會這樣 腳一直刺 不是腳麻 是腳一直刺 一直刺 刺到現在可以這樣說 會這樣 講點外面這樣 都不會跳尖 一直講一直講 當然嘛 還有自己不斷的在充實自己 所以你每天對你走去練 朋友你好 對著鏡子 朋友你好 我是台灣民政府 未來的官員 我們台灣民政府之前之後 開始跟他講 你用你的自己一套 一套搞什麼沒有關係 我現在要跟你介紹 你現在用的 你可以道具都準備好 你看 這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新聞政拿出來 中華民國 你怎麼證明 你自己是本土台灣人 來DM拿出來 歡迎你來辦台灣新聞政 可以證明你自己是本土台灣人 這樣一張 一天說兩張就好了 你一天說兩張 不過你要在走頭前先練 你要穿 穿好正式 你不要穿前途 穿第一口在跟你講 我是台灣民政府未來的官員 你這樣 練過來 你就越來越有信心 你還可以來這裡 下次我就會邀請 有這樣做到的 你回來這裡 我邀請你上來 你分享 你在那邊去跟人家發DM 你的感覺 你的整個經驗 你這樣一次一次一次這樣 我跟你說 你就會越來越練動 像我這樣 剛開始這樣一句話說不出來 後來很練動 你都會再看到 你就開始在茶言觀色 看他的表情 這個不用說 你後來你就知道 你一個人說的時候就走很快 還是這個你就想方法 你就把它抖在他前 說 不好意思 但是你一分鐘 你一定要聽我說 因為你可以改變你自己的未來 你會越講越來越有power 越來越有力量 你聽我講一分鐘 一分鐘可以改變你的未來 改變你的一生 你要不要聽聽看 我不是在賣你東西 我沒有要賣你東西 你不用給我錢 我什麼東西都不會賣給你 我只是告訴你一個新的訊息 這個新的訊息是本來就已經存在台灣很久的 你從來沒有聽過的 我們是日本人你知道嗎 就是要怎麼跟他講 他就贏在那裡 如果他如果突然給你回答那個外國話 你也會認錯嘛 可能在台北才會這樣 我們是日本人 跟你敬禮然後講日本話 講了一堆 不好意思我剛才說到日本人 沒關係說換一下 會啦台北市常會遇到這樣 看起來很像 我也講過 看起來很像台灣人的日本人 我們跟日本人真的長很像 跟他講幾百步 結果他講 對不起 結果我講不到是日本人 沒關係說換一下 繼續講下去 你讓自己改變 你的行為開始改變 你下定決心 你有強烈的企圖心 你一定可以開始看到結果 信心就是這樣建立的 你的習慣也是這樣建立的 美國人有很多的中年人 經常跟他們說 真的 他經常跟他們說 要運動 運動才會健康 他們說老爸你怎麼都不運動 有啊 我有運動啊 我每天學班後 我就叫我媽媽 把米蘆放在那裡 爆米花放在那邊 我就翹腳起來 電視機打開看職棒 我有在運動啊 我看他們在運動啊 我看電視的NBA 我看電視的美式足球 我看電視的那個 然後自己肚子很大 我有在運動耶 我看電視在運動 他們這樣子就變成習慣喔 習慣就像一條細細的絲線 你想想看那個毛線球 你一直纏 一直纏 一直纏 變成一個毛線球 一條細線喔 打你會不會痛 不會啦 一個毛線球喔 像石頭一樣很緊喔 包得很緊 K你會不會痛 習慣就是這樣子 當你不斷的 用細細的絲線一直纏繞 當你每天習慣一回到家 坐下來 電視打開 屁股就不會離開沙發 除了憋尿憋得很難過去上廁所之外 其他屁股都釘在那裡 你就會變成一種習慣 一樣 你每天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情 刷好牙吃完早飯 就出去外面發兩張傳單 找兩個人跟他報告 我是台灣民政府未來的官員 我來跟你介紹台灣民政府 你會越說越練等 一個月回來後 你就會覺得說 不一樣了耶 我對民政府越來越有信心 民政府快要執政 民政府快要執政 是因為你的信心 傳遞給所有的人 我們本來就會執政 只是看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對法理認識了多少 人家開始會問你 透過問的學習的過程裡面 你會對法理就越來越了解 如果人家今天問你 昨天民主長在教你們 人家問你說 你在說的不錯 什麼是戰爭法 不知道我回家會問人 什麼是國際法 不知道我回家會問人 你在跟我說什麼 他說我問你問題 你如果準備好了 就算剛開始要用小超 國際法是根據 海牙第幾號 這個第幾號公約 第幾號什麼這樣 你剛開始唸可能唸小超 人家覺得你有準備啊 你有準備 你開始在成長 就透過這樣 大家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宣揚 我們大家都變成東宣團 南宣團 中宣團 北宣 有北宣嗎 我們大家都變成宣達團 這樣好不好 從你一個人開始 我們讓自己都變成宣達團 讓我們宣達團的團長 會以你們為榮 現在 你們以民政府為榮 將來民政府會以你們為榮 你們如果這樣持續的 不斷的自己進步下去 這個叫銷售 第七個 這個力量你們一定要會用 這真的很重要 人 人 他都不知道到底潛意識的力量有多大 我告訴各位 潛意識的力量是大概意識的三萬倍大 我講的很簡單 但是這經過科學驗證的 鐵達尼號會乘船 是因為他底下的冰山太大了 他撞到的不是撞到上面的冰山 是撞到下面的冰山 潛意識就是你從出生以後開始 你一直錄到你腦海裡面的 你看到的 你聽到的 你相信的 所以當你每天不斷的 強化你的神經練 不斷的輸入 運用你潛意識的力量 你每天告訴自己 你再對著鏡子練習 你要去 你要去外面跟人家說兩遍 你在走前練十遍 越連你越有信心 你的潛意識就會這樣 你跟人家講就會很順 你以為我這樣上台 從頭這樣講 講一個多小時 這樣一直講 一直講 我腦袋裡面要裝多少東西 才會這樣順順的講到這邊來 你要連續講一個多小時 讓人家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 注意力不會換散 請問一下 從剛剛 8點聽我講到現在 你覺得 你都有很專心在聽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手放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平常有時候你在聽演講 為什麼聽一聽就會這樣 注意力換散 為什麼聽我的演講 你可以從頭到尾都很注意在聽 為什麼 這是潛意識的力量 我每次都告訴我自己 我講的話 每一句話 我的學員都會很認真的 很專心的 然後都會有收穫很認真的 都在他們 存到他們腦海裡面 讓他們可以運用在他們生活上 這是自己運用自己潛意識的力量 開始去改變自己 下一個 時間管理 我剛剛有講到 7點到9點 我們 上網 看台灣民政府的網站 上網練習 很多事情都練習的 以前 我們有一些 我們的習大人 他們也都不會打電腦 那你有沒有看到 人家90幾歲還在活到老 學到老 在上網 還有人這樣子 到七八十歲還在念大學 所以時間管理完全靠自己 你如果讓自己早上起來 記得去發個傳單 你每天持續做這樣的動作 你的時間管理得越來越好 你就會很自然而然的知道說 禮拜天下午1點半 你會出現在哪裡 你也知道說禮拜三晚上 你會出現在哪裡 每一個週好像禮拜三晚上 禮拜四晚上都有活動 這些 你就會讓自己 持續不斷的去改變 當你的時間管理做得越好 你越活得越有精神 真的 然後你有一群人 有共同目標 共同理想 大家互相鼓勵 你會覺得 人生真的開始有意義 開始充滿樂趣 第九個 好 這個跳過去了 不斷的自我成長 不斷的自我成長 你們現在坐在這裡 是不是在成長 你今天有沒有學到很多新的觀念 新的知識 新的方法 有 回去要用 不要寫下來以後回去就忘記了 通常這樣這個 藥效 有一個老花 他去便利拿藥 回來他就開始一直笑 笑差不多 三點前他才要吃藥 他兒子 他兒子有說 爸你是怎樣 拿一個藥回去怎麼一直笑 他說上面藥效三小時 要笑三點鐘才可以吃藥 要笑三點鐘 我告訴各位 你上完課的藥效 差不多一星期 所以為什麼一星期之後 就要回來聽秘書長 在那講新的消息 為什麼我們的電力會這麼強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電力這麼強 我們是 每天都會看到秘書長 每天都在 都有藥效你知道嗎 藥效都一直持續當中 真的啊 看到他這樣這麼認真 因為台灣在打拼 我感覺自己又睡太多了 我現在都吵了十二點睡 五點才起來 比如說很關心的 早上跟我問說 你每天這樣吵 現在每天這樣吵 你怎麼撞得住 我看到你我就有精神了 真的啊 我看到他這樣 每天我下來樓下 我五點半下來樓下 已經在樓下了 那表示他睡得比我還好 所以 你們的藥效 要常常回來維持 知道嗎 要常常回來維持藥效 這樣你的藥效才會持續不斷 喔 第十個 可以說得都沒電了 那也 蠻困難的 那個 最後 要讓各位知道 做事要物超所值 就像我們議長 每次來告訴各位 本意比一樣 你一塊錢要做十塊錢的事情 你為了台灣人民 你只要這樣去付出 一塊錢做超出十塊錢的 台灣一定會越來越強 這是你的本意比 做事情要物超所值 讓人 讓人家感覺到 你的價值 永遠超過那個價格 你要自己創造自己 不斷被利用的價值 創造自己不斷被需要的價值 不要怕說 阿伯沒動我怎麼做啦 你如果不斷的持續成長 自我成長 你一直創造自己 被利用的價值 你會被後浪 你會被長江後浪推前浪 然後後浪死在沙灘上嗎 不會啦 你會不斷的自我成長嗎 沒有我們在開玩笑嘛 長江後浪推前浪 它哪有那麼容易推 後浪會死在沙灘上 要把那些老生工 那個取而代之 老人家是越來越有智慧的 我二十幾歲 在講的跟現在講的絕對不一樣 我的體驗也不一樣 以前看一座山就是一座山 然後後來看山變成不是山 現在看山還是山啊 人生就是這樣不斷的學習成長 讓自己越來越充實 你會越來越有料啦 你的有料如果用無料 會不會覺得物超所值 我現在上課 各位都不用付錢 你會不會覺得物超所值 十倍以上 有沒有 讓自己創造物超所值 十倍以上的價值 為我們台灣民政府打拼 讓我們的子孫 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讓我們自己 大家都在向前走 我們以後開始努力的 每天去推廣兩個人 讓兩個人知道 台灣民政府這樣好不好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請到各位好玩 起立